我们继续来关心检调协同 林郑署侦办金华城案 今天早上的最新进度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被列为了贪污被告 由于柯文哲拒绝业绩资讯 于是遭到了检方当庭逮捕 目前仍被送到了台北地检署复讯 最新的现场联系记者赵益杰 好主播 大家来关心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昨天晚上12点40分 人走进台北地检署之后 算是完成金华城闭案最后一块拼图 那么大家想象中 他整个拼完成闭案 一路路续续在今天就会结束 但是昨天柯文哲走进台北地检署之后 他凌晨2点半的时候 是向检察官当场表示 他想要拒绝夜间征讯 那当然对检察官来讲 是跟柯文哲说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 但是柯文哲表示 他从前一天早上7点多 搜索程序一路在进行当中 已经超过19个小时了 他非常累 想要离开台北地检署 但是检察官说 如果你直接离开的话 我们会认为 你有勾串逃亡之余 所以会直接将你当庭逮捕 所以当时检察官 凌晨2点半的时候 当庭逮捕柯文哲 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当然相当的惊讶 他是立刻跟律师讨论之后 申请提审 也就是说 他向法院想要去 透过法官来看说 整个检察官 他们在搜索过程中 是不是合肤常理的 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与法有据 那当然对于权案来讲 等于说柯文哲 他将会在台北地检署 待着时间再拉长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 外界也写图说 因为现在假设情绪 在一直到早上 再到下午的话 待会会有 柯文哲的支持者 还有反对者 陆陆续续 在台北地方法院集结 因此对柯文哲来讲 这无疑是利用一次 风带风向的机会 去扭转他现在对于 司法上比较窘迫的情势 好 不管如何呢 柯文哲他现在 已经申请提审了 而且目前呢 现在提审要等到 早上法官 他们待会月券之后 整个程序 还能在继续进行当中 那对于柯文哲之外呢 其实权案 还有另外一名被告 就是前台北市的 副市长彭正生 那么这一次呢 也不是彭正生 他第一次被约谈的 他第一次被约谈的 时候是8月12号 他当时是跟检察官表示 针对整个金华城案 虽然说他是负责人 但是都是柯文哲交办的 他当时就是觉得 金华城案 荣机奖励有问题 所以当时拒切公文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柯文哲跟彭正生 他们两个人说辞不一 到底是谁说谎 到底是谁谢责呢 对于简然来讲 就是这一次搜索 他们要调查的重点了 那么呢 大家也好奇说 那柯文哲从昨天早上 7点多到现在 怎么会整个程序 拖那么长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两个进到连证署之后 分别进到不同的房间训问 那当下呢 假设柯文哲跟彭正生 他们两个说辞有不一样的话 如果彭正生 把他推给柯文哲 检察官可以当下 立刻去问柯文哲说 是不是这样子 去厘清说 两个人比对的证词 是不是一样 那么今天上午的最近进度 就是彭正生 他已经被检察官 深压境界了 而柯文哲呢 他目前的司法程序 就是申请提审 他待会会带法官来 阅见之后 来看整个搜索程序 是否正常 而柯文哲 他有可能聚保 还是无保请回吗 东森新闻将会持续 在台北地检署 为你掌握最新的状况 以上向最新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